前一段时间我听朋友讲 在天津的南边有一个大港区 有一个渔人的码头 说是有很多渔民 他们自己开船出去补了很多海鲜之后呢 会在这个码头的岸边 会来摆一些地套来卖的 这个海鲜呢比较新鲜 而且呢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比较公道 我今天呢就开车过去看一下 这里呢就算是这个码头的入口了 这个路很窄 旁边呢有一条小河 应该是连着大海的 应该也不算是小河 它这个入口紧接挨着高速公路 它是从高速公路一个岔口拐下来的 进这么一个小路 今天吧因为可能是周一的原因 你看着这个路上的人不是很多 旁边的这个小河里面有几个人 在撒网在网鱼 我们把镜头一会儿推进了看一下 他们这种撒网 我之前的时候也用过 它这个如果能把网撒得特别圆的话 还是要一定的技术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撒的 你像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欧美他们这些国家这些人啊 这种很少有人见到在大自然中 用这种网来捕鱼 我之前的时候呢在美国的时候 用过那种地龙 在一个美国的一个野湖里边吧 去钓这种螃蟹抓这种小鱼之类的 结果这个老外呢就爱管闲事 他就一直在问我说 你在这里到底是做什么呢 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许可呀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导致他们的河里边的亚洲领域 都泛滥了呗 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生态危机 前面啊这个过了这个桥 大家看右手边 这些远远都能看到这个船上的旗子了 这个就应该就是到了他们这个码头了 过了这个桥 从这个桥底下钻过去 应该就到了 他这个桥下有一个蓝色的集装箱 左边好像是来测核酸的吧 以前现在也没什么人了 一看这个环境啊 就知道是一个 算是一个野港口野码头吧 这个车应该都是乱停的 大港瑜伽港口 这个是正门 外面的都是停车场 这个停车呢随便停 停车都是免费的 他这个门口啊 有一个招牌 写着云霞港口 上面还有年份 写着1988年 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今天是星期一了 这个人还不是特别多 现在是下午一点多吧 这边就是头了 进门的这个右手边 这个就是最头上了 我们从最头上开始看看 那边有什么啊 这个就是鱼船 这个就是这边 全都是鱼船 鱼船 它这里这个鱼船都是木制的 看看这有什么鱼啊 这一斤二十 二十一斤哪 这是多少啊 这有四斤啊 不到一百块钱 鱼船 也就一百块钱 这是地龙鱼船 二十一斤 你看看 这个啊 那你怎么打网还是不害怕 你猫猫了你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皮皮虾 你这样捏它肥不肥 那个鸡航 鸡航高速的不要紧 这是地龙皮皮虾 不是 地龙皮皮虾 对 这边有海螃蟹 这个 地龙皮皮皮虾 地龙跟脱王它不一样 这种肥在这里多哈 他要磨走哈 磨走怎么卖 十五 看看这个市场 还有卖这个驴打滚的 这个驴打滚 那我给你切了吧 这个驴打滚怎么卖啊 十二一斤 十二一斤 你切过蛋的粉 老北京驴打滚嘛 好吃啊 有面啊 咱向我们这边 这会儿啊 没有灵光啊 没有灵光啊 没有遥远的 它它透湿的 这个怎么卖啊 这个怎么卖啊 这是小鱿鱼是吧 小鱿鱼对 十五二斤啊 嗯 因为这两只鱿鱼 还不够一对鱼的呢 这个 再拿点植物啊 我买什么鱼 还不给你啊 买鱼呢 这大虾怎么卖 十五 多少 四十五 四十五一斤啊 哦 我整个四十五 我们走一圈看一下 看还有什么 好 四十五 一斤 虾 五 我来俩就行 哦 藤线 他们这旁边啊 这卖海鲜的旁边这个 都有专门统一的收款的 他们这些商户啊 自己没有称 好像这边都是 有统一收款的 前面也有 我们看看还有卖什么的啊 好那边还有一个巡航的一部船 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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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你买呢 你买大的 你买小 这个 你买的 这 那个 十五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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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千 八 八千 八千 六虾 大虾 大虾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海蜇 海蜇怎么卖这个 这海蜇四十一斤 四十一斤 这鲜的海蜇是吧 鲜的对 我切鲜 这就是鲜的海蜇 切鲜凉拌的吃是吧 对对对 四十一斤 我们再看一看啊 海蜇 四十一斤 这 slightly 现在你继续都带不留 来 过来 那�� 切鲜我 包括 这鲜吃坚 eighteen 蛤蜊 这边也有铁船不只是 这边也有铁的船 不只是那边的木头的船 总体来说呢 它这个码头不是特别长 也就是有个500米吧 卖的这个种类呢 就是那么几种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好了 就买点蝦就回去了 如果大家是要吃海鲜 要鲜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如果追求便宜的话 就没必要了 听说长安点赞 今年就能 事实顺意 发财报复 前程思紧 时应亨通